根据中国卫健委通报 2月12日一天 新增病例15152例 这种病例的激增 在之前从未出现 原因就是湖北将临床诊断病人数 纳入了确诊病例数 所谓临床诊断 就是还未进行核酸检测 但是所有的发病症状 均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特征 之所以把这些人纳入新增病例 是为了更方便采取隔离措施 入院治疗 与此同时 钟南山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团队同时发出提醒 近日分别从新冠肺炎患者的 粪便样本中 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 这一发现证实了排出的粪便中 的确存在于活病毒 对于准确认识疾病的 治病传播机理 帮助全社会有针对性的做好防控 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会随意接受粪便 但是对于个人卫生和家庭的清洁工作 包括下水道的通畅 都要引起注意